好 我們看九十八頁 四十六經 這裡佛講了幾個譯喻 主要是有三個 第一個是母妻夫膽的譯喻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說的 總熟托 要成熟 怎麼樣讓我們的善根成熟 解脫善根成熟 那就是在聽聞到 這個三十七道品 就聽聞到這個佛法之後 那要不斷不斷 像母妻夫膽一樣 冷暖消息 冷暖消息就是 你要常常保溫 保溫就是 你對佛法要常常保持那個溫度 就是說你要時常益起 而且不斷地去熟練它 那這種熟練並不是你偶爾一次 而是像母妻夫膽這樣 它就算偶爾失去證念 偶爾離開 也不會離開太久 因為你離開太久 那個蛋就覆不出來了 這個是第一個 所以他講到 假設這個母雞沒有辦法 常常保持這個蛋的溫度 你要讓這個蛋裡面的這些小雞 能夠自己 能夠自己 呼化出來 然後從蛋殼裡面出來 那這是 這是沒有辦法的 那就好像 你不休息 你不修學 天文道 四年初四正前 五根五律七絕之八正道 那你沒有常常保持這個法的溫度 那它是沒有辦法成熟的 那我們說到 我們對緣起的概念 就是說它不是佛法 不是只是存在佛法中的緣起 而是存在萬事萬物中的緣起 存在生命中的緣起 存在生活中的緣起 那講無常無我 不只是在阿含經中的無我 而是在生命中的無我 在生活中的無我 它時時 你時時都觀察到 時時都察覺到 時時都注意到 這個世間是緣起的 這件事情是緣起的 那麼這個世間是無常的 這個世間是無我的 這件事情是無常的 這件事情是無我的 然後講到 人自己的生命都是緣起的 都是無常的 都是無我的 這個就是仁軟消息 就是時常觀察到 時常覺察到 時常注意到 那麼 反覆的 那不斷的 不間斷的 持續的 那麼這樣 才有辦法 那麼 哪一天 聽到 再想到無常 再想到無我的時候 那麼 才有可能 解脫善根成熟 那必須要這樣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也是我們 比較欠缺的 就是 我們沒有保持所謂的 對緣起 因為見緣起即見法 就是在了解這個世間的實相 所謂的如實知 如實見 就如實知見 那麼這一件事上 第一個 我們沒有如實 第二個 沒有如實知 沒有如實見 所知所見不如實 或是 雖然如實 但是 就是 沒有實實的 保持這種溫度 那這樣 其實是沒有辦法 得到利益的 那這個是佛陀講這一部經 他告訴這些比丘 最重要的 就是要告訴他 要實時 實時保持那一種 對法的那一種溫度 那 這個是 假設沒有 那你要讓這些小雞 自然就孵出來 那是不可能的 那時候 反過來講 假設這些比丘 隨時 修習 隨順成就者 所以不欲令 漏盡解脫 而比比丘 自然漏盡心得解脫 那就是 反過來說 就是說 假設這些比丘 前面說 這些比丘 不勤修習 而想要得解脫 那是無有是處 假設這些比丘 那麼就是 休息 隨順成就 就是我們說的 它必須跟你的血液 一起流動 必須跟你的呼吸 脈搏一起跳動 那麼 它基本上 就是 它死死 就好像你可以短暫不呼吸 但是 再長一點不呼吸 你就死掉了 你可以一下子血液 沒有流動那麼快 但是你之前都沒有流動 那也不行 所以它一樣 一樣是這個道理 那是 它是用母雞孵蛋這樣來講 那 假設 它有時常這樣在觀察 就也是我們早上講的 就是 它時常這樣在觀察 那麼 時間 就是它慢慢慢慢 智慧會成熟 一定要經過文 詩 修 這個修 不要說這個修 那個詩就很多人忽略掉了 在那個詩上 就漏掉了 那修就更不用講了 所以 假設你必須這樣 文詩修 文詩修 那我們誦經 我們思維 那我們 就在這個日常生活裡面 在這個生命一切現象中 我們都這麼去思維 這麼去觀察 這麼去如實知如實見 它自然而然就可以 好 所以 一樣 它舉這個屁欲是一樣的 那 休息什麼 一樣 休息這個思念處乃至八正道 那這個時候 那 就算母雞 那麼 心裡面沒有想到 這個 這個小雞會從蛋殼裡面出來 但是自然而然 因緣成熟了嘛 善根成熟了嘛 解脫善根成熟了 它自然而然就出來 所以這個叫做有因有緣世間集 有因有緣世間面 有因有緣得解脫 有因有緣不解脫 一樣的道理 那 第二個 第二個是 這個譬如巧思巧思弟子 那 他說 手持 撫刻 撫刻就是 那個刻就是那個餅 那 拿著斧頭的餅 那斧頭基本上就是兩個 很簡單嘛 就是兩個結構而已 一個木頭的餅 然後一個 一個金屬的斧 就是這樣 那 他拿著木頭那一片 那一個斧刻 然後砍這個樹 天天拿那一棵砍樹 那久久之 他抓著那個 抓著的那個 木頭的那個地方 就有一個痕 就有一個印痕 所以他說 捉之不已 漸漸為盡 手指觸現 然筆不絕 斧刻為盡 而盡觸現 所以說 他拿這個斧頭 再砍 砍樹 或是砍什麼東西的時候 每天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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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的時候要用力嘛 如果你不用力 他沒有辦法用啊 沒有辦法砍啊 你的砍樹都要用力 那麼這樣 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常常在砍 那個斧柄 就是這個斧頭的那個柄 木柄 那個斧柄 被手指握住的地方 漸漸的會有指痕 明顯的出現 那這個是在說明什麼呢 一樣 他說 如是比丘精勤修行 誰順成就 不治之間 這個就是我們 也是我們早上講的 你不去期待 但是他自然會有 那如果你沒有按照 這樣的來 你天天期待也不會有 你天天回向 天天期待 那時間到了自然會有 不會有 但是如果你知道 如是陰如是狗 那麼你不斷去聚足那個陰 那麼時間到了自然就有 你不懷疑 你可以解脫 那雖然你不知道會不會 今這一世會不會解脫 但是你知道你終究可以解脫 你對這一點從來沒有疑惑 那麼這個就是不知不知之間 今日而所漏盡 明日而所漏盡 然比比丘知有漏盡 確實是這樣子的 所以當你理解到這個道理的時候 我們說過你會有幾種現象 就是你對於世間發生的一切現象 你不在意充滿著迷惑 疑惑不解 不會 因為你知道 就算你不知道它是 它到底是怎麼以為是 但是你會知道 因為它一定是緣起的 一定是緣起就是 它有一些條件 但是你大概會看得到 大概這種事情發生 這種現象發生 那麼它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雖然沒有非常每一件都清楚 但是大概你會知道 這個就是你平常在觀察緣起 觀察久了自然自然就有 然後我們說 凡事都觀察它的緣起 而都歸結到它的無常無我 那麼你養成習慣了就好 久而久之久而久之 漸漸漸你也不期待 我這樣觀察就馬上得解脫 但你知道 你這樣漸越漸越清楚 如時之如時漸 那麼常常你就因此 就是時間到了成熟了 你就因此得解脫 那你越來越清楚 這個是你自己知道的 你對於這個世間 對於生命 你也不期待說 那我要早一點走 也不留戀說我要晚一點走 不會 因為這個也是緣起的 那你生了病 你也會是要去醫病 但你也不會因為這個病 那麼產生很大的疑惑 那麼你只是 你只知道認真要去找這個病的病因 然後解決這個病的藥 你也不會因為找不到 那麼非常的痛苦 不會 你只知道找不到就繼續找就是了 那麼觀察事件現象也是這樣 那麼不但觀察它的緣起 不斷觀察它的緣起 那麼它一定有 它一定有 一定有 有因有緣 這是此故彼嘛 但是最重要是觀察生命現象 就是說不管發生什麼事 那不管有什麼現象 你是知道這些現象不是無因而有的 不是無緣而有的 乃至於 對於這個人為什麼這樣對待我 那件事為什麼這樣發生 即使你不知道原因 但是你還是會觀察它的緣起 而終究歸咎到無產物 所以你既不擔心也不憂慮 你只是努力的去認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會有這種情形 然後這種情形就會讓你先產生安定 非常的安定 你不會因為不安定 不會因為疑惑 不會因為憂慮 不會因為恐慌 而慌不折路 疾不折死 不會 不會這樣 那這個就產生 你時時都依著 依著這個 正確的道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 那它講的就是 你拿著斧頭一直在砍樹 我們拿著佛法 就好像一把斧頭一樣 有些形容箭 就是砍煩惱的箭 那形容斧頭 在砍樹 那我們砍草砍樹 那我們的這個煩惱 就好像樹裡面不斷展出來的這一些 就不斷砍不斷砍 那你時常拿著佛法 緣起無常無我這些 不斷在對峙你的煩惱 對峙久了 觀察久了 自然而然有那種印痕 就是你有緣起的印痕 就三法印 那麼這個法印印在不印在其他哪裡 沒有印在阿含經裡面 沒有印在書裡面 沒有印在紙上 就印在你的心上 那麼久而久之久而久之 你雖然沒有其他能夠見緣起 但是你時時就是在觀緣起 那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他這裡講 如是比丘 精勤修習隨順成就 不治之見 今日而守漏盡 明日而守漏盡 然比比丘 知有漏盡 所以者而以修習故 何所修習為 四念處是正勤是如一主 五根五立七絕之八正道 我們說這個都是 這個的究竟處都是無我 那麼四念處我們說 四念處深受心法 它重點不是在觀生不敬 觀受至苦 觀心無常沒有 重點都是在無我 不管是不敬 苦還是無常 都是要歸結到無我 無常無我 都是歸結到無我 那緣起也是敬無我 主要是這樣 那所有的 所謂無我 就是了知世間的一切 而不執著世間的一切 要了知 而且你才能夠不執取 真正的不執取 那所以 這個是第二個批育 第二個批育就是 輔科 那麼有手印的批育 第一個批育是 母雞孵蛋的批育 那麼第三個批育 他講 譬如大船 在於海邊 驚下六月 風飄日曝 藤墜間斷 這個藤墜就是 繫船的這個繩子 那我們知道那個 船在海上 靠在岸邊 都有一個很粗的繩子 綁在那個碼頭的那個上面 或是他有一個矛 那個矛也有很粗的繩子 那以前的繩子都是那一種 就是木頭的那個 就是那個草繩 都是草繩做的 很粗就是了 但是他說這個船 在海邊 在海邊 經過半年 下六月 太陽吹 太陽曬 風吹日曬 久而久之久而久之 那個藤墜間斷 前面講那個印痕是 法印的印痕 這邊講的藤墜的繩索 是煩惱的 他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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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煩惱就越來越飽了 越來越飽了 那麼我們說 透過你對於 緣起無常的觀察 無我的觀察 你的執著會越來越少 你的憂慮會越來越少 那你的疑惑會越來越少 那所以 震了阿羅漢的人 不疑不惑 不憂不慮 那我們還有 但是會減少 會減少 那通常的憂慮跟疑 憂慮大部分是來自疑惑 因為你不曉得 到底會怎麼樣 也不知道該怎麼樣 那這個是最讓人家憂慮的 你不曉得現在是什麼狀態 那我應該怎麼辦 我這樣做了之後會怎麼樣 我如果不做會怎麼樣 完全不知這個是 就是說 這個是比較讓人家憂慮的 我到底是得什麼病 我應該吃什麼藥 這個藥要吃了會不會好 這個病會不會死 完全不知道 那這個是會憂慮的 那我生命的苦到底是怎麼來 這種現象到底會產生 怎麼樣的一種嫌疾 一種苦 那你完全不知道 但是你從緣起觀察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 你要怎麼做才能夠 有因有緣事間起嗎 所以你的問題只是 了解它那個因緣是什麼而已 你透過不斷的觀察 深細的觀察 分析 那麼你冷靜如實地去觀察 那麼你就可以慢慢發現 久而久之久之 你就訓練一套 你可以了解這整個因緣結構 是怎麼一回事 那養成習慣了 反覆地觀察自己的生命現象 觀察世間的現象 那不外乎就是這個世界 還有人情中 這個人跟人之間 然後我對於這個境界 產生什麼樣的反應 我有什麼樣的感受 不外乎都是這樣而已 那我們說起來就是 所謂的色素相形式 其實是這樣 對於境界 那麼你慢慢發現到 你就會開始覺得 那麼世間如是 眾生如是 生命如是 你就開始會有這種感覺 漸漸會有這種感覺 那當然你要常常的 經期休息 這個煩惱才會斷 就好像 那個船的那個繩子 不管有多粗 不管有多粗 那你經常這樣的訓練 它漸漸漸漸 就會斷 所以修習什麼呢 試念出 那 四正前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 七絕之八正道 這個是 第三個批語 就大傳的 這個細傳的這個繩子 劍斷 有 說是法實 沒有還沒有 它講 這個 如是比丘 精勤修洗 隨順成就 一切劫夫死煩惱禪 不管是 結 夫 死 煩惱 禪 還有其他的批語 也有 都是止煩惱 都是止煩惱 那麼就見得解脫 神所這樣 經過佛法的就這樣 好像佛法的風 佛法的日 智慧的太陽 晒 這個風 就你不斷 佛法的風 不斷地吹 風吹日晒 經免累月 那麼久而久之 久而久之 他這個煩惱就斷了 那你的煩惱有沒有減少 那麼其實你也是知道的 你的疑惑有沒有減少 就是你 你參加了 參加了這麼多活動 讀了這麼多書 那麼你對世間的看法 跟你沒有讀書之前有沒有不一樣 你解決問題的方式 跟你沒有修學佛法之前有沒有不一樣 你心中的疑惑 心中的煩惱 那麼跟你有沒有 有沒有學習佛法之前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你都是要知道的 如果你完全不知道 那麼他是不可能得解脫的 但是你自己會知道 但是到底什麼時候會解脫 你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就好像有多遠你不知道 但是方向正確的 確實是往這個方向走的 一定會走到 這個你是知道的 那所以這一部分 那他說 他說為什麼 善修喜故 何所修行 為修行念處正前如意主 根立絕道 好 那麼 這裡講的就多了 說是法師 六十比丘 有六十個比丘 不其豬肉 心得解脫 那一般來講 那一般來講 不其豬肉 心得解脫 都是正的阿羅漢 佛說此經以 諸比丘文佛所說 歡喜奉行 好 那麼這個是在 雜舍牧牛聚肉說的 用了三個比丘 母雞孵蛋的比丘 那麼 桌 桌齒輔科的這個比丘 還有大船 繩索的這個比丘 藤醉劍斷的比丘 那麼他其實只是告訴你 對於佛法 如時之如時見 要隨時的 保持對佛法的 這一種知見 那麼在 因為我們大部分的人 沒有這種習慣 那只是 所謂的佛法只有在 只有在佛堂的時候才有 離了佛堂就沒有 其實不是的 緣起是騙一切的 無常無我 是一切法都無常無我的 如果你沒有從一切法中 一切現象中觀察到 佛法所說的 所以這個實相 真實相 那麼基本上作用不大 就好像母雞孵蛋 十二個小時裡面 偶爾來孵個一小時 它蛋是不會孵化的 好 那這個是 四十六經 來看九十九月四十七經 他說有這麼一天 佛在捨為國 其人盡釋 十又易比丘於禪中思惟 做思念 就是有一個比丘 那麼他打坐禪修 那他心裡面這麼想 因為禪修其實重點是在觀 但是觀要有力量要先成就子 成就子後成就觀 成就觀後成就子 子觀相應 基本上是這樣的 就好像我們說觀呼吸 重點不在觀呼吸 觀呼吸只是 以這個呼吸為所言 讓你的心成就子 你觀呼吸 觀到究竟也不會解脫 不會解脫 但是你的心 你的心很專注 因為呼吸你的心專注 再從這個呼吸裡面去觀無產無我 或是說你就直接觀這個無產無我 那麼這樣才有辦法 就是基本上子觀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一般來說 六根攀遠六層 那麼心是非常地紛亂的 所以它是沒有力量 這個亂心是沒有力量的 然後直取的心是沒有力量的 就是你不斷地不斷地直取 不斷不斷地直取 散亂一般我們叫做散亂的心 因為禪修主要是對峙兩種 心的兩種問題 一種就是暧昧 不清楚 那不清楚這種透過觀它可以清楚 一種是散亂 一般就叫做散亂跟吊局 散亂吊局其實是一樣的 那一種就是昏沉暧昧 其實主要是這兩種 那這兩種會讓你的心失去力量 失去力量 那所以透過比如說觀呼吸 觀不近 還是念佛念咒 那麼這樣可以讓你的心專注 那麼但是不是專注就好 不是專注就好 專注那個心要用對地方 所以一定不離開緣起 不離開無我 那這樣來去觀 好 所以他開始 在這個專注的心中 那麼這樣去觀察 思維就如理思維就是觀察 那麼他這樣觀就做思念 頗有色 常恆不便意正住也 他心裡面在想 有沒有 其實重點不在色 重點在色受想行事 不過因為阿安君的習慣就是 先講色後講受想行事 但是你一定要合起來看 你不能只是看色 或是看受想行事 就是說有沒有這個五韻 因為有一些是指色是我 有些只是受思我 有些只是想事我 有些只是心事我 有些只是心事我 就不同的 所以他才會這樣說 他說有沒有那個色 常恆不便意 常恆不便意 那也可以很常一起看 很常就是不便意 不便意就是很常 會變的就不很常 那不便的就是很常 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那正住也 就是一直保持那種狀態 因為如果會變得叫做 身有滅有意 便意 但是他住就是他一直保持那個狀態 持續是那種狀態叫做住 那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的色受想行事 就是五韻了 就是有沒有這樣 其實就是我 五韻基本上來講我 那 如是受想行事 常恆不便意正住也 他一直在觀這種 那也許是觀這個 有沒有一顆真常不便的心 或是有沒有一個實在 不生不滅的我 那麼 是比丘不時從禪起 就是從下午 那麼打坐起來之後 那麼就起來 他在禪修的時候是這樣觀 那麼想的時候是這樣想 那麼禪修起來了 就去到佛這個地方 因為他不知道要去問佛 頭面禮足 卻住一面 白佛也 世尊我以禪中思為做事念 佛有色 那麼受想行事 常恆不便意正住也 就是有沒有這樣的一種 五韻身心 其實說五韻是就人來說 那其他的 其他的眾生不一定是五韻 那也可以講 有沒有這樣的一種眾生 或是這樣的一種現象 我 我人眾生受責 或是有沒有這樣的一種人 一種眾生 他是 是基本上是不生滅的 就是很常不便意正住也 金白世尊 就是他我這樣想 所以我現在來跟世尊問 有沒有 有沒有五韻是很常不便意的 有沒有這一種的 那麼這個時候世尊所指小土團 那在其他的經典裡面 比如說中阿蘭經裡面 他就把這一部經 說成是牛糞玉經 意思就是說 佛從這個地上拿著一個牛糞 那這裡講的是土團 那就是一小塊土 告比比丘也 就跟這個比丘講 他說 你看到我手中拿著這個 拿著這個土塊嗎 土團就是土塊 比丘百佛已見世尊 說我有看到了 比丘這樣少的土 我不可得 若我可得 則是長痕不便意正住法 好 它是從五韻裡面是 我們的身心是五韻是色受想形式 從這個色來說 跟這個地上的這個土 來做比喻 那這個我不可得 那這個我不可得 這裡的我 那麼當然可以從兩種解釋 那麼一種就是 它這個我指的是這個自信 就是我這個土團的自信是不可得 為什麼 這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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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風吹日曬 就分散了 它有沒有辦法一直保持這樣的一個土團 不可能 那五韻 五韻有沒有一直保持這樣的一個我 不可能 分散 有生老病死嗎 它就分散了 它就不可能一直保持這樣 這是一種 第二種 這個我指的就是佛 就是 如果是這樣的解釋 就變成是 如果我們看了 就是我不可得 那 因為後面它有講 我過去生 擁有什麼擁有什麼 到現在也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我 有可能就是指釋迦佛 但是如果我們從五韻五我來講 那麼也可以這麼說 那現在就先說 這個我是指釋尊 這個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是即使是這樣的一小團土 都不能永久為我所擁有 那就是我不可得 就是說 也不是一直屬於我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因為這些 尤其是雜案裡面 一定是講無我的 那麼就是說 我們五韻 五韻裡面色受想行事 它不可能一直為我所擁有 那也可以就是這樣看 就是說 即使是這樣 因為它是在思維嘛 這五韻有沒有可能一直為我所擁有 色受想行事 頗有色受想行事 很常不便意 常住 就是它基本上就是正住法 就是它常住 就是很常不便意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的 那佛在給 我就拿了一個土跟它上 你看 即使是這麼小的一個土 因為小你要一直擁有 因為小你要一直擁有比較容易 如果很大 那你沒有辦法 這麼小的一塊土 我要讓它不變化 一直為我所擁有 這麼小的一塊土 我要一直讓它為我所擁有 都不可能 那你說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五韻色星會壞 那如果我高級一點 我到達色界天 無色界天 或是我更高級的眾生 它有沒有那個身心是金剛不壞之身的 不會壞的 有沒有可能 那因為有些人也會這麼想啊 所以修仙道德 外道德很多人也是這麼想的 它有那一種金剛不壞的身心 那有沒有可能有 那佛頭就舉這個土團跟它說 然後後面就有很多比喻 那她說佛就跟比丘講 她說我致意宿命 我曾經這樣 因為她 致意宿命 不一定要成佛的時候才致意宿命 這是你有神通的時候 神通外道也有神通啊 修禪定都可以 只是說這個宿命可以想到多久 這能力不太一樣 大家的能力不一樣 成的佛當然能力是最強的 她說我想起我的過去式 長夜修福 我很努力的在修學 積極福報 叫積公勒德 得諸聖妙可愛果報之事 後面就講到說 因為我們這個五印身心 她說佛有色受想行師 佛有那一種 有沒有那一種修學到一個程度 她得到金剛不壞之身的 或是她的色 她的身心結構是不會改變的 類似像這樣 因為如果我們看到 這個佛陀後面所舉的批 大概應該是指這個 那所以她講 那得諸聖妙可愛果報之事 聖妙可愛 就是殊聖為妙 那讓人喜歡的 這些果報大家都愛的 那麼成於七年之中 休息慈心 經七劫成壞不還此事 說到此事就是欲見 沒有回到這個世界來 那她因為長夜修福 七年之中休息慈心 就是事無量心 休息慈心 那麼經過七劫 七年 休息慈心 然後經過七劫 成壞 七劫就是七大劫 因為只要講到成壞 成住壞空 那麼就是一大劫 一大劫是成住壞空 那有四個中劫 成住壞空 那每一個中劫有二十個小劫 大概是這樣 但是她為什麼講七劫呢 那因為一般來講是這樣 是說每一大劫裡面 每一大劫裡面都有所謂的三劫 水災火災風災 那這個 印度人是這麼說的 那是說 這個水災火災風災 會循環 水災完了火災火災完了風災 火災完了水災水災完了風災是這樣 那麼火災七次以後會有一次水災 那麼就這樣反覆在水災在七次後又有一次風災 就這樣 那這個火災燒到初產 那麼水災 那麼煙到二產 風災壞到三產 她有這樣的一種說法 好 那通常是 她說沉壞有七次 那大概是這樣 那因為有沉住壞空 那這個壞可能就是水火風 就這樣 所以她就變成七劫壞死 就火災了 她升到觀音天去 那觀音天基本上是二產天 那因為火災 如果講這樣的話 那基本上是 這個 這個七劫壞死就是火災陷起的時候 她升到觀音天 因為火災只燒到初產 那觀音天在二產 那初產是大飯天 飯仲天 飯福天 二產就掃光 無量光跟觀音天 觀音天是最高的 它是掃光 無量光跟觀音 那三產就淨 二產是光 三產是淨 就是掃淨 無量淨 騙淨 好 那麼在七劫成時 因為她要壞壞 她會壞七次 她會壞七次 火災壞七次 然後就水災 那水災就淹到二產 那這七次 七次大火壞的時候 她沒有過來 沒有下來 因為下來就會遇到災難 意思就是她修的福報很大 災難她都遇不到 要有災難的時候 就好像說 這裡要有戰爭的時候 她剛好就搬到哪裡去了 沒有戰爭的地方 那裡要有戰爭的時候 這七年戰爭她都沒有回來 等到沒有戰爭的時候她又回來了 像這樣 就是說這在說明什麼呢 說明她福報非常大 哪裡有災難她都遇不到 那這個佛陀曾經過去生 還沒成佛的時候 那這個是因為修慈心 那慈心基本上就是壽命很長 不會有災難 沒有恨死 不會有這種東西 就慈心 所以她說七劫壞死 生觀音天 生到二產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壞是火災壞 那火災燒到出場 那麼七劫沉死 那成就的時候 七劫過後 沉住外宮 又生到飯室宮殿中 做大飯天王 大飯天王是出場 因為已經沉了嘛 那所以她不再經歷壞 沉的時候生了 那麼 無聖無上領千世界 就是一個大千世界 應該不是一個大千世界 是說 因為一個大千世界 大概有十一個飯天王 有十一個飯天王 因為有十一個世界 那她領千世界 可能是領一個小千世界 從此以後 負三十六反做天地士 天地士 就是御介天的 道立天的 她壽命比較沒那麼長 如果是飯天的壽命就很長 那觀音天就更長了 那負百千反做轉人聖王 從大飯天王 從觀音天 觀音天沒有王 觀音天沒有王 因為出禪以下才有王 才有天王 出禪以下沒有王 因為他們沒有眷屬 所以她說 升觀音天的時候 只是升觀音天 但是出禪以下都有國王 出禪的天王是大飯天王 然後御介每一天六天都有王 從大自在天王到四天王 都是天王 所以她說 從這樣 先從觀音天 觀音天下來升到大飯天 大飯天因為福報大門 她這個只是在形容她的福報 因為福報大就做天 福報大升到天 福報大裡面福報最大的做天王 其實是這樣 所以又 升到飯天王 飯天王之後做道立天王 那大自在天呢 那她可能這樣一直一直下來 三十六反 因為印度人講到天的話 基本上 大概就講三個叫做天模範 天是道立天 因為 魔是大自在天 飯是飯天 基本上以這三個就常說的 所以佛陀也以這個來講 但是沒有做 沒有說到大自在天 就講這個 那三十六反做天地事 就是道立天主 富百千反 那因為 比如說轉人聖王一世一百歲 那麼這個天王做一次 比如說兩千歲 就二十四的轉人聖王 所以她比較明白她百千反 就大概一百一千這樣 百千反做轉人聖王 領事天下 那轉人聖王這裡講的應該就是印度的王 那正法制化七寶俱主 那七寶俱主 她擁有的能力跟財產 通常不外乎是武力大臣 那麼財產人民這些 那這裡講的就是輪寶 輪寶就是車啦 那就是戰車 就是戰車 象寶 馬寶 象跟馬 就是讓那個車在跑的 那以前的 現在的戰車不用象不用馬 要汽油或是要能量 但是以前是用 用這個象跟馬來驅動的 那當然如果 如果就現在佛成佛 當然那個轉人聖王的七寶 可能就不是象跟馬 不是啊 那麼摩泥寶 其實就是珍珠 摩泥 玉泥寶 公女 主葬城堡 就是我們講的經濟部的部長 管財務的 主兵城堡 就是國防部的部長 基本上是這樣 統帥這些軍隊的 牽手主兵城堡 那麼就是將軍 統領軍隊的 其實就是國防部長 主葬城堡是經濟部長 那麼千子具足 皆西永見 就是一般千子是形容很多 有王子嘛 一個皇帝都有很多王子 那麼這些王子 那麼各個派駐到各個地方 那麼幫助 因為土地太大了 那你管哪裡 你管哪裡 中國也是這樣 那個叫做王爺 那皇帝 就有很多皇子 這封到哪裡 封到哪裡 然後鎮守哪裡 管哪裡 就有一點像 這個現在非常有錢的大企業家 那兒子 那很多公司 長什麼公司長什麼公司 類似像這樣 那於是他說皆西永見 每一個人都 這是非常的 非常的勇敢 而且就是 就是因為這些都是要 統領 統領世界的嘛 所以說非常的勇見 那於四海內其貧其地貧鎮 無株獨次 因為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他的國土是貧鎮 其實就是形容 就是生活過得很好 貧鎮基本上主要就是 那麼他的物產豐老 因為高山河谷 他就不容易產農作物了 那貧鎮就代表 這個通常都是 肥沃的地方 然後河流什麼樣 然後他容易長農作物的 那無株獨次 就是沒有 沒有一些不好的東西 不威不破以法調伐 那 就是沒有用那一種 沒有用那一種 嚴格的法律 就是我們叫做 嚴刑俊法 就是沒有那種 很苛刻的法律 很嚴格的法律 來脅迫人民 而是以正法 教導 應該這麼做 就是以理 就是有點像 他不是以行 而是以理 以理教化這些人 大家都遵守這些 以法 這裡叫做法 那奴家講的就是理 這個來教化這個人民 而不是以言行 就刑法 來處罰恐嚇 你不可以這樣做 你如果這樣做 你就會有什麼樣的苦果 怎樣怎樣怎樣 而是告訴你應該這樣做 這樣做你會得到什麼樣的好 類似像 那就不一樣 就正法調伐 灌頂王法 灌頂王 這是印度人的習慣 就是會 就是王子要接國王位的時候 會有一種 一個水倒進去 這個叫灌頂 從他的頭頂上斷進去 那麼灌頂王法 就以登基 以登基做國王的這個王子 那這個是國王 已經登基做王的這個叫灌頂王 那灌頂王法基本上就是說 那麼在做轉人聖王的時候 那麼有八萬四千龍象 皆以重寶莊嚴而教士之 就是一個國王 一個轉人聖王 我們如果講皇帝 那麼他擁有多少軍隊了 龍象基本上都是指軍隊 因為基本上前面講的是象跟馬 那這裡的龍象就是翻譯的問題而已 它其實沒有龍 但是在這個 在這個印度文裡面 龍有時候指的也是象 那基本上龍象指的就是非常有力的象 就是非常有力 就有一點像馬中的漢堡學馬這樣 類似像這樣 就是赤兔馬那一種 就是每一個都是赤兔馬 類似像這樣 就可以能夠夜奔千里的那一種 那這個龍象指的就是這種像 因為印度人才有 中國人打仗沒有在用像的 頂多就是馬 而且馬很 很器重這個馬 每一個人都有養馬的 管馬的 因為打仗需要馬 驅動車的那個戰車的就是馬 然後有時候就騎在馬上載著人 馬軍 那印度有象軍 所以他就有所謂的象跟馬 那麼這一些平常都養著的 那以重寶莊嚴就是這些象 你看印度人的這個象上面都有 因為馬上面只有馬鞍而已 不會裝飾那麼多 但是印度的象是裝飾到很漂亮的 寶往戶上建立寶床 就是裡面裝飾得很漂亮就是 那就是那個象上裝飾得很漂亮 他說那這個象裡面有一個象王 就是這一些 這一些非常好的象裡面 有一隻象王叫做布上 最為倒手 朝不二時智慧墊前 好 我們先下課